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自欢迎 双方期盼透过市政议题交流 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合作学习 让市政更进步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良跟连江县长王忠明 互赠基隆的美食办手礼 跟马祖的文创品办手礼 连江县长王忠明亲自带领市政团队 来到基隆进行参访交流 基隆市长谢国良也率领副市长邱佩玲 秘书长方定安 跟所有的一级主管 以最高规格欢迎接待 透过经验分享进行市政交流 也期许未来双方能有更多面向的合作 引进各式各样的产业 是我们基隆现在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 另外把我们环境打造成干净 舒适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也在比如说车子要把礼让行的人这一块 虽然交通部很积极在推动 但其实这个是我们还早于交通部一步就在推动这个事情 这几年的基隆变化很大 变化在哪里呢 基隆正在转型 正在锐变 我们大家注意观察 基隆慢慢已经走向轻旅行旅游的这条路上 轻旅行的这条路上 那基隆市政的建设 也从城市的规划到经济的建设 到社区的建设 也让别人耳目一新 尤其我们现在去海洋公园 甚至海洋公园里面 朱敏的一雕刻艺术 也把它放在里面 刚刚市长所谈的 再把市容 再把它的整洁 把它做好 我相信基隆会有不一样的明天 因为基隆未来跟北北基 会连成一线 连成一线以后 它的资源就非常丰富 就形成一日生活圈的一个观感 基隆不是只看基隆 应该要把北北基看大 马祖不是看马祖 马祖要跟基隆拉在一起 变成一日的生活圈 因为我们现在新台马人 也是以基隆为母港 霍人也是以基隆为母港 所以这一个生活圈 跟我们联合在一起 所以不能分开的 所以说我们希望借着今天跟明天的时间 能够我们的团队跟基隆的团队 我们互换经验 互相交流 希望彼此有所挣扎 那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跟连江县能够来基隆交流 那过去以来我们在垃圾跟环保方面的合作也很密切 那我在2020总统大选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到马祖 那时候负责服选 所以我对这个连江那边的感情非常的深厚 那今天很开心能够跟他们有好的交流 那我们也期盼未来双方能够在环保观光方面 更多的有一些更多的合作 这次的参访交流活动 基隆跟连江县的市政团队也特别针对都市城乡风貌 交通观光旅游与环境资源进行互动分享 尤其基隆长期是马祖的母港 不论在人流或物流方面互动相当频繁 透过治理经验的分享与交流 希望能大幅提升基隆与马祖市政的进步与成长 压把就是很厉害很强的意思 压把基隆压把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光荣家商游昆山同学 三年前从越南来台时 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在老师同学们教导陪伴下 现在可以用国语跟同学和老师沟通 并且在今年参加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中 获得铜牌奖 可以是拐杖也可以当椅子 还结合搜寻定位及警报功能 这由光荣家商游宝科周盈宇 与游昆山设计的多功能拐杖 荣获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铜牌 他可以连接手机的APP 然后如果他就是 有一些失智症的老人 他可能带这个 然后呢他家人如果找不到他 就可以直接从定位器上面看 他在哪里 特别是这位游昆山同学 刚到光荣家商时 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老师没放弃 同学也陪伴鼓励 让他打消回越南的念头 温老师温同学他们教我什么 没念中文 我很开心到现在他们教我 我会讲太多中文 真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 我相信他本身学到很多 那更多的成功 加上的孩子 因为他的加入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去做一些互动 学习 那刚好就完全符合了 我们108课纲里头的一些沟通互动的一个精神 培育创新人才 他不会觉得说他不会讲中文 他就会沮丧难过 但他会就是继续努力学习 让自己变更好 好脾气也努力向上 昆山也是学校纠察队的队长 未来有何计划呢 我毕业过上年 南亚大学 还有RODC的 决定要留在台湾继续升学 昆山感谢老师同学的陪伴与交道 未来朝向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发展 也期许自己越来越进步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国际师子会300F区和国际同济会花东区 特地合资购买价值120万元左右的 品德教育动画教材 制赠给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供应版授权给基隆市各级学校 让学生和家长可以透过网路上 直接亲师生阅读 从小杂根好品德教育 在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郑凯林 吴华家以及韩世玉 共同见证下 由国际师子会300F区总监纪乃正 以及身兼师子会300F区 品德教育推广主席的 国际同济会花东区台东市会会长林渝凤 共同制资价值120万元的品德教育动画教材 天庭小字小乾坤 给基隆市政府教育处由副处长吴雪林代表收下 供应版授权给基隆市各级学校 让学生和家长以及老师可以透过网络 直接亲师生阅读 从小杂根好的品德教育 教育是百年大忌 尤其是品德教育 所以我上任之后 特别注重培训还有教育这一块 我们今天真的很难得这个机会 我们募集了私有的捐款 我们募集了120万 然后购买了这一个数位的品德教育的教材 在这个仪式里面 我们资政给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希望说对于各中小学 学生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台东还有花莲宜兰都做了 基隆这次我们就帮他完成了 所有的孩童都可以在我们教育处的官网 在这个网址下载 然后可以线上教学 也希望我们的校长老师们都善用这一套教材 然后让我们的孩童学习到好的品德 非常感谢师子会300F区 机总监这边还有整个华东地区给我们的协助 那我们也很谢谢我们的副议长 还有所有议作们 一直以来都支持我们教育处 在推动品德教育这一块 那我们表达很深的感谢 非常谢谢大家 我想这个都是从自身做起 那我们这个家庭教育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家庭教育父母亲的所作所为 都是在孩子的眼里都是会潜移默化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教育从自身做起 当然这个我们的这个道德教育这个教材 这个就是说在学校教育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行为 我们行为的一些表现 我们要从自身做起 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 那也希望说我们父母亲 就是我们孩子都是潜移默化 那我觉得最好的教育方式是以身作则 机动市政府教育处 特别感谢国际市子会300F区 以及国际统计会 花东区台东市会这份爱心 希望借由这份教材 让各校在教学上更灵活 也带动学生在快乐学习中建立好品德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外木山消暑胜地 海兴游泳池 由于部分设备老旧 基隆市政府决定施工修缮 从6月26号开始封闭到12月2号 封闭第一天 厂商陆续搭建围离 针对选择在夏天封闭施工 基隆市政府产发处回应 考量东北季风对工程影响 希望兼顾品质和安全 也会要求厂商如期完工 希望早日开放 天气越来越热 基隆外木山海兴泳池 人潮不断天然的海水 受到游客的喜爱 对啊 好玩 这么说还蛮安全的啊 蛮漂亮 不过26号施工人员 拉起黄色封锁线 进出口都被围了起来 原来金融市政府日前公告 游泳池周边将进行修缮 一大早仍有外地游客不知情 听到要封闭一脸惊讶 停车场外游客进行挑选涌进 选在暑假细水忘记封闭施工 店家保持认同态度 但也有民众觉得应该分区施工 对啊 就是 看这里到冬天的时候 暑假给人家游 你现在属在给人家封起来很不好啊 我赞成啊 但是你要提前跟人家讲 封起来安全 人家施工 不必造成危险 对对对 你给人家封 人家不知道啊 今天封大老远跑来这一趟 台中嘉义还台南 多少信对不对 这项改善工程 预计从6月26日开始一直封闭到12月2日 封闭第一天 产发处长林鼎超特别前往和工程单位讨论 要求如期完工 同时针对外界的疑虑提出了说明 所以我们海信游泳池其实会在6月26号之后呢 我们会开始有一些工程的实施 那我们会采这个全面的就是 先暂时的全面的封闭 对那为什么不在冬天时 施工呢 是因为冬天其实雨季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怕 因为雨季的关系让工程延宕 然后因为这边有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 其实在这些同仁在施作的时候 也会有相当的危险性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可以在一个安全 然后又可以在工程不在延宕的状况下 赶快把这个工程给完成 然后还给我们这种市民 有一个安全又舒适的这个海信游泳池 它原来是用脚缸支撑的嘛 对 然后现在的脚缸都已经锈死 不止锈死有的已经锈断了 粉底土的部分哦 它的缸筋已经严重坏落 然后也严重锈死了 它那个粉底土已经劣质化 所以它这个算是有危险了 而且它那个钢柱支撑的部分 也有锈死 如果哪一天游客比较多的时候 撑不住 海信游泳池封闭施工 势必会影响到夏天细水人潮 市议员吴华家施伟镇 要求市府加强宣导 设立告示牌 避免有外线市游客扑空 那因为我们基隆 其实有一些东北季风的问题 那再加上海风 会造成这个金属锈石的加速 所以现在市政府 他们决定的施工时间呢 是应该会在天气相对 气候比较稳定的六七八月 那当然也造成许多 原来就喜欢来我们海信游泳池 这里呢 细水的民众会有些许 一定会觉得说比较不便 甚至是有点扫兴的情况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很希望 市府是不是能够做一些 阶段性的施工 那在某些部分 它安全结构已经完善 以后呢 希望尽速开放给我们的民众来使用 海信平台这边是非常多人来游泳的地方 因为它相对于附近的海域来说 它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其实非常除了我们自己的在地游客 在地人之外 也很多游客会来 那因为其实我们在地人都蛮关注这边的消息 所以我们大概会知道施工的期间 但是很多游客到这边的时候会觉得很扫兴 那也推荐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大五轮沙滩那边可以去游玩 那一样在这边施座的部分 因为已经长期有大家反映说 有一些外围的防止游泳的人 会飘到外海去的一些网子 那些也都要维护之外 这个施工期间相关的一些垃圾啊 然后跟那个施工要注意的公安的部分 都希望师傅可以协助来督促 那让我们整个空期呢 尽量短之外也可以保护大家的安全 为了给游客安全的细水场域 不得不展开修缩 期待海星游泳池尽快完工 让游客可以重新享受在海边游泳的乐趣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市议员郑文婷接获民众反应 汽机车从仁二路右转到爱三路容易回堵 连在地人都搞不清楚该怎么走 到底怎么回事呢 郑文婷特地邀请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了解 绿灯一辆 车辆从仁二路右转到爱三路 马上遇到在东岸商场前面的这个斑马线 于是车辆就停下来等待行人通过 虽然行人走过了之后 车辆可以往前走 但多数车辆为了避免产生争议 会持续停等在斑马线前面 也因此容易造成后方的车辆回堵 市议员郑文婷接获地方反应这个状况 邀请交通处跟当地里长前往会刊 贡商解决办法 一些小小的意见 如果说红灯的话 也可以设着右转 仁二路这边可以右转到爱三路 直接到邮局那边疏散到这个车辆 我们这边是希望交通处这边 能够研溢行人早开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让行人先通过人行道 那右转的车辆来到人行道的时候 行人已经减少 或者是已经没有行人的状况在通行 这样子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里长建议的方式也很好 只是说因为我们仁二路的路幅不够宽 你要在红灯的时候有一个绿灯右转的一个号置 你必须要多一线让右转的车专用 那这个部分路幅上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理论上就是右转遇到行人 里让完行人之后就可以继续通行 那目前的状况就是 大部分右转的车辆看到 右转之后看到灯号还是红灯 里让完行人之后还是不敢通行 但是依照法定上 其实是里让完行人之后是可以通过的 那目前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那交通组织这边就是研议 看能不能用行人找开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针对这个争议路口 连在地人都不太清楚该怎么走 市议员郑文庭表示 透过会刊集思广益 找出改善的方法 希望能兼顾到行人通行 也让交通更顺畅 记者黄瑞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隆举行明安九号演习 这次演习和过去的房灾有很大的不同 着重在暂时情境下各项灾害抢救 灾民收容救济站运作 以及战伤医疗体系准备等 演练情境设定为两岸情势紧张 总统发布紧急命令 基隆遭到炸弹攻击 如何因应抢救 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造成几乎发生土石流 倒塌的建筑内传出有人受困 空庭队出动直升机 特种搜救人员垂涨到建筑顶楼 将人吊挂送医 此外中共突然对台实施导弹攻击 其中一枚导弹 击中八毒火车站 造成火车车厢 有大量民众受伤 需要救援 消防队员到场 不水限防护 救护人员从车厢内 救出大量伤患 进行减伤分类送医 逼真的演习行径 还有具用遭到飞弹来袭 造成的港区化学潮甲犬外漏 立即成立独栽紧急应变指挥中心 和应变小组 进行独化物处理 持续进行止漏的作业 这场民安演习 总共动员60个单位上千人参与 演习的行径设定为两岸情势紧张 总统发布紧急命令 具用遭到炸弹攻击 如何抢救疫苗 我们平常当然就是以防災救災 演练这个为大部分 但是今年是包括我们整个全球 甚至于我们台湾海峡南海等等 不管是东南亚或是东北亚 都有一些的紧张的一些情势 所以我们今年的演练是整个来结合战时 跟一般的整个的防災救災的这一些演练 在这边我想很重要 我们的家园我们自己来守护 近日乌尔战争影响两岸的情势的不明 演习适同作战 今年的演习内容确实不同以往 我们也借此机会重新开启一些准备的内容以及方式 来检验各单位自我应变的能量 这次演习我们是针对乌尔战争的情况 我们做个演练 希望说能够唤醒市民在平时 我们要对这个战时的一个观念 一个自我保护家园的观念 透过平时演练 让各单位能够了解各自的职责分工 以后在灾难第一时间 最好能够迅速整合资源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资讯爆炸假讯息满天飞 由基隆市政府官销处和中加宽平基隆合办的 公用频道媒体试读课程 今年持续深入校园 第一场来到暖西国小举行 透过互动方式教导小朋友学习拍摄的概念 也融入媒体试读的观念 来手机iPad的镜头就是你的眼睛 暖西国小同学在电视电影制作人 施博全老师的指导下 用平板找寻目标 拍下自己喜欢的镜头 老师在一一讲解作品 教小朋友学习 用不同的拍摄角度来说故事 课程中也融入了媒体试读的观念 让同学们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学习独立思考 分辨真假讯息 一般在课本里 在学科里 应该很少会上到这种 关于摄影的方面的课程 然后今天那个制作人教我们怎么拍照取景 然后还告诉我们讲说拍照片的时候 背景光线然后角度都很重要 然后我很开心今天可以上这堂课 那刚刚老师让我们拍照 我试着用老师刚刚教的方式去拍 就拍出来的结果就是还不错 我试着找了一个单色的背景 然后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 拍起来就是会比较好看 简约风 透过互动的学习方式 同学们收获丰富 由基隆市政府官销处 与中家宽平吉隆 合办的公用频道媒体试读课程 今年持续深入校园 获得校园师长的肯定与感谢 我们这次其实非常感谢 那个中家宽平吉隆公司 给我们就是提供这样很好的课程 就是现在的小孩 他们其实接收到很多的讯息 透过网络 他们的讯息量大概是以前我们的数十倍 但是孩子吸收之后 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去解读 所以很多其实不是正确的 即使课堂上教他说去分辨 但是你在平常他们的同学跟同学之间的 孩子之间的一个对话 我们会发现孩子其实看似了解这些语词 但是在真正辨别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所以要学习怎么样辨识正确的资讯 对他们来讲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美女试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尤其是在世卫的时代 因为资讯非常的发达 而且孩子三心载具几乎人手一击 所以他们对于资讯的吸收 跟辨识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如果辨识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去辨识真或假 然后有自己的价值去判断 是否遵守或是否相信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可以带给孩子及早 去厘清他的一些 对讯息辨别的一些知能 透过产观学合作 将媒体试读教育向下扎根 希望每位孩子都能持续学习 判断资讯辨别是非 当个聪明的乐听人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观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个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闹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册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册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据检及据册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刃 内政部警车署欢欣您 请坐 叫什么名字啊 小不点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奶奶生要打流感疫苗 嘿 不要怕 小不点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陈时中 咦 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 也要打疫苗哦 对啊 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都应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排阶堂哦 大家好 我是水美琳 一百空八年到高律所在靠边叫 到高律病毒新宝期间 自一百空九年一月催一开始 到一百空九年二月催公围继 靠教育无人 救护高律所在开你的靠边叫 到高律病毒 可以透过望楼方式 办理病毒新宝 没收时间空间的犯罪 这间过一相团成功 就完成新宝停书 新习更方便 大家会记得到 下载进步电煮新宝交水博物网站 下载进入索地病毒铸料 新宝系统软抵哦 有人在那里吗 救命啊 你好 我是主级中处的风雜丸 政府透过的十九月令日主委丢查 中约 酒业和私业的总控 来做市政警局 你是风雜丸 请指指令日主委丢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